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梁公虽己经师 公巧则推苏郡 苏州自古便是能公巧匠的汇聚之地 苏州的工匠们用他们的执着追求和精湛记忆 记录着时代的变化 传承着文化的精髓 那么苏州究竟有哪些匠心独运的能工巧匠 他们又留下了哪些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呢 央视百家讲坛栏目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苏州广播电视总台 共同推出系列节目 金骨化苏州 今天为您带来第五集 吹尽狂杀 史道金 大家好 快翔呢 他是一位接触的建筑大师 他出身在苏州香山一个木匠的家庭 他的祖父父亲都是木工中的大师 快翔呢 从小受到祖父父亲的影响 也练就了一套过瘾的本领 明朝永乐年间 明城主决定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 在北京呢 建造紫禁城 也就是现在的古宫 那么年轻的快翔呢 跟随他的父亲 也应召参与了营建 后来紫禁城屡字失火 屡回屡建 在明阴中 明代中和明县中 在外期间 作建成长起来的快翔 主持重建 三大殿和文武关押等等 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明界传说 对于快翔的高超的建筑技艺都有精彩的描写 快翔善与创新 他发明了在宫殿天堂建筑中间的金刚腿 和门坎记忆 据说啊 快翔在主持 设计三大殿的建筑的时候 正好碰上缅甸国进攻了一根巨大的木头 那么皇帝就下令 用这一根木头来制作三大殿的门槛 但是快翔手下的木匠在施工的时候 一不小心出现了失误 把木头呢 矩短了一尺多 尺寸不对了 这个木头就不能用了 这在当时来讲是犯了死罪 是要杀头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以看出快翔的这个聪明和智慧了 快翔呢 一处将出 干脆把木头呢 又矩短了一尺多 那么这个木头本来是呢 做门槛的 尺寸够不上了门槛 没法做 快翔呢 他就想办法在门槛的两端 叼住了两根龙头 来弥补短缺的木头 通过筍头来把它组装起来 这样一来呢 门槛活了 可深可降 可装可卸 更加的方便 人们和教旨的进出 史书中间 记载说 自正统以来 反北营造 祥无本欲 什么意思呢 正统是明英中的年号 从明英中到宪宗皇帝 在位期间 国家几乎所有的重大建筑工程呢 快翔都参与了 尽管这些建筑工程的难度很大 但是快翔 善于管理 谋划有方 又精于工艺 所以呢 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由此也深受皇帝的信任 以至于皇帝 称呼他为快鲁班 大家知道 鲁班是魔将行业的祖师神 那么快鲁班的称号呢 说明快翔的建筑技艺啊 确实非常的高超 在明清时期的建筑行业中介 以香山邦最为有名 香山是一个区业概念 它位于苏州的西部太湖治兵 这里几十个村的村民呢 大都以从事建筑为业 香山匠人啊 以擅长建筑技术 手艺精绝 而著称 史书中介讲 江南木工巧匠 皆出自香山 所有的木工巧匠 都是从香山出来的 所以呢 人们以香山邦 相称呼 除了雄伟大的紫禁城 巧夺天宫的苏州园林 也有很多出自于香山邦之手 白墙带瓦 一步一进 苏州的园林艺术 扎根于江南 温婉田式的文化土壤 成就于香山匠人的 巧夺天工 水随山转 山阴水灵 咫尺之间 鱼味无穷 水泻楼台 曲折回环 虽为人作 万自天开 香山邦的能工巧匠 将人的气韵 与自然的灵气 完美融合 置身其中 让人物我两望 而透过苏州园林的 亭台楼阁 所透射出的 正是以快祥为代表的 苏州工匠身上 所传承的 审美追求 和工匠精神 这种精神 成就了苏州园林的 美轮美奂 成就了北京紫禁城的 巍峨庄严 然而 很多人并不知道 同样是在紫禁城中 还有一种 看上去似乎并不起眼 却让人叹为观止的 苏工技巧 接下来 苏州玉瑶金砖制作技艺 传承人金锦 将带您走进 这项独特的手工技艺 说起故宫 大家都知道 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 在故宫里面有一件 来自我们苏州的宝贝 金砖 它其实是一种 大型的 细料方砖的 亚称 在明清养朝的时候 主要铺卖在 皇家建筑 主要宫殿室内的 皇家建筑 它大部分都是 依据 阴阳五行学说来 建造的 而金字 它在 阴阳五行学说当中 它是表示 坚硬 坚固 长远的意思 那么 封建皇朝 它给这块青砖 赋予这样一个名字 叫做金砖 我眼前这块砖 它是光绪元年的 一块老金砖 那么 在这块砖的侧面 它有闽纹 其中它有四个张印 第一个张印 它是年号 第二和第三个张印 它分别是当时 苏州知府的名字 和赵摩关的名字 第四个张 是制作这块金砖的 窑户的名字 从这四枚张印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 当时 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 质量追踪体系 皇宫在挑选金砖的时候 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一块金砖 它的生产周期 从选泥 裂泥 一直到烧制 到出窑 它要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 当时在我们苏州府 入木这一带 这一带的土 非常适合做金砖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一方水土 一方丰物 金砖它的制作工艺 主要是有八大流程 二十九道工序 而且你每一道工序 它必须要和一年的 二十四个节气 来做最大程度的契合 它要七转得土 六转成泥 然后你制坯 它必须在古语前后 这个坯子它就要做好 然后再进行阴干 那么这个阴干的过程 它必须在室内进行 它是要总足八个月的时间 然后才可以尽量烧制 历时一百三十天的烧制时间 而且要用到四种不同的燃料 软火硬火 软火硬火 这样交替地来烧 来淬炼 那么这样才可以烧出一块 好的金砖来 做金砖它最大的秘密 就是没有秘密 它其实是我们苏工苏作里面 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它就是精细和反复 我所理解的工匠精神 就是说我们要专心致志地 做好每一件事情 不被外界所诱惑 要静下心来 不要给予求成 不要挤功尽力 从朴实无华的黏土 变为光彩照人的金砖 这场华丽的蜕变 凝聚着无数苏州工匠 虔诚的匠心 而所谓匠心 除了世代相传的手艺 还有的是流淌在血脉里的 那份勤劳和坚守 也正是因为这份坚守 在明清时期 代表着当时全国最高水准的 黄氏宫廷中的吃穿用度 可以说无处不见苏州工匠的身影 精细别致的苏式糕点 沁人心脾的太湖春茶 典雅大方的苏式家具 精美至极的宋锦苏秀 在康熙年间 苏州织锦叶达到了全盛时期 克斯宋锦的种类 甚至达到了上百种之多 那么文明于世的宋锦苏秀 究竟如何一步步成为苏州的标签 在这背后 又有着怎样显为人知的传承故事呢 来自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 王卫平教授 将继续在演播室现场 为您倾情讲述 在苏州的民谣中间 有家家有匠人 户户有秀娘的说法 就是说每户人家 基本上都会有工匠 而家庭的妇女呢 就大都从事刺绣的工作 这个说明啊 刺绣在苏州这个地方 是非常的普遍 刺绣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律师 苏绣和月绣 相绣 属绣 齐名 合称四大名秀 苏绣发源于苏州 经过无数代艺人的锤炼发展 苏绣工艺 越来越精 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到了明朝的时候 苏绣呢 就正式形成了 并且以精细雅结 而组成于世 我想大家可能都看过 古典民族《红楼梦》 在《红楼梦》中间 就有大量关于苏绣的描写 什么绣衣 绣袍 绣正 绣鞋 以及颅包 腰带等等 数量多达几十种 但是最能够表现 苏绣的工艺之巧 和艺术特色的呢 还是绣画 绣画的出现 当然与吴迪 书画艺术的兴盛 是密切相关的 书画艺术的发达 就为书绣的发展 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因为书绣的题材 主要是来源于绘画 所谓的叫绣工未动 画工先行 那么在绣画方面 成就最大 影响最大的人 是谁呢 是清末民国时期的 苏州人沈寿 沈寿 他能够取得超人的成就 当然与他从小喜欢刺绣 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 练习刺绣 物性高 基础好 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得与丈夫 于绝的帮助 于绝呢 把绘画的原理 交给妻子 那么沈寿呢 这向他说明 刺绣的方法 相互切磋 彼此融会 尤其是 于绝比较早的 接受到了 夕阳油画 和身影照相 而他觉得 这个其中世界道的 光线 明暗 色彩 处理的原则 和方法 对于刺绣 很有帮助 那么于绝呢 就把这样一种 光影的这种原理啊 运用到 沈寿的刺绣中介去 最终帮助 沈寿 创造了 刺绣中介的 仿真绣 用仿真绣的方法 绣画的人窝 花鸟 洞窝 更加的真实 具有立体的感觉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使得 疏绣艺术 升华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从此以后 沈寿的艺术家族 也是不断涌现 在国内外 频频获奖 欲满天下 其中有一个 意大利皇后 艾里娜像 很有代表性 于绝啊 她为了进一步扩大 苏绣的影响 通过关系 弄来了一张 意大利皇后的相片 要求沈寿呢 用仿真绣的方法 进行绣像 这个绣像的 世界效果啊 居然比 照片还要好 1910年 在南洋劝业会上面 展说以后 获得了一等奖 你看她所绣的 意大利皇后的相 姿态活泼 远远看去 和照片 没有什么两样 反而是 两只眼睛中间 更加的有神 我想 神兽号称 真神 可能就是从 这个地方来的 刺绣是一种 细功活 需要细心 耐心 恒心 一丝不苟 精也求精 神兽 本来只是一个 民阶 秀女 对吧 因为 喜欢刺绣 热爱刺绣 研究刺绣 最终成为了 一代宗师 从神兽的 这个 刺绣艺术成就 实际上是 对于这个 工匠精神的 一个最好的 全色 朝代更迭 岁月轮转 唯有一代代 匠人 无论世事 如何变换 始终保持着 追寻极致的心灵 和精巧细腻的手艺 初心不忘 痴心不改 苏州的工匠精神 成就了这片土地的繁荣 而复数的 水城沽苏 也为工匠们 提供了 更广阔的舞台 在这其中 苏州的玉雕 也逐渐成为 最具代表性的 工艺之一 那么 究竟是谁 将苏州的玉雕工艺 带向了全国 在他的身上 又体现着 怎样的 工匠精神呢 那么 与刺绣相类似的 戏功和 还有乐雕 苏州的乐工 因为技艺精湛 而得到了皇帝的闪色 所以 许多的乐工 就被征用到 皇宫里边去 从事制乐的工作 那么 这些乐工 不仅负责 皇宫里边的乐器制作 还负责 咨询和 培训 那么 这样一来呢 就促进了 南方和 北方 玉雕技所的 交流 也促进了 这个 宫廷神眉 义区 与苏州 玉雕艺所的 有机 融合 苏州 卓越业的 凡胜 也造就了 一批 身怀 绝技的 工匠 其中最有名的是 明代 中后期的 洛子刚 洛子刚 号称 年月妙手 月宫里边的 高手 关于洛子刚的 月雕的 高超的技艺 我们也可以通过 一个故事 来说明 洛子刚 当时的名气很小 连皇帝都知道他 所以呢 皇帝就想 试试他的手艺 拿出了一个 月班纸 让他在月班纸上 要雕搓 北军制图 就是要雕 一百匹马 真要在 这个月班纸的表面 雕搓 一百匹马 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 也做不到 这个很明显 皇帝是故意为难 洛子刚 但是 洛子刚呢 就是 一口答应下来了 过了几天 洛子刚 就把雕成北军图的 这个月班纸 上称给了皇帝 皇帝仔细一看 哪有什么北军啊 没有一百匹马 这个上面 只有三匹骏马 以及连绵的群山 和大开的城门 其中 这个三匹马中间 有一匹马 已经 跑到了城门下面 正向城里边跑去 有一匹马 正在向城门 飞奔而来 还有一匹马 在圆圆的山锅里边 只露出了一个马的头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在这匹马的背后 一定还会有 成群的马 奔腾而出 所以你看这个洛子刚 聪明不聪明 对吧 他在非常有限的画面上面 巧妙地运用 虚拟手法 与北军与想象之中 完美地表现了 画面的主题 所以由此看来 无论是刺绣 还是月雕 它需要艺人 具有高超的技术 精雕细刻 还需要他们 具有丰富的文化 艺术修养 巧妙构思 而这个呢 也正是工匠精神 所需要强调的内容 什么是工匠精神 这些核心要素 在现代也大多得到了传承 并且呢 正在发扬光大 谢谢大家 如今的苏州 经济飞速发展 工业化的生产线 早已成为了市场的主导 但是 在现代生活中 古老的记忆 却仍在继续 这些传承下来的工艺技法 已经成为了人们 对高层次生活的审美追求 瑜伽 从苏州小巷走出的知性女作家 十多年来 她不遗余力 收集整理着孤苏城的街巷风物 人文历史 作为中国国家地理的特约作者 她采访接触了大量飞翼项目 和时代工匠 今天 她要为我们讲述几个 当代苏州的工匠故事 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苏州的工匠 苏州的工 精妙绝伦 苏州的匠 善思求尽 工匠这两个字 所蕴含的精神气质 在我们苏州 漫漫历史长河中 一直闪耀着 独特的光芒 发展到了今天 也仍然是 意义生辉 苏州值得讲的 工匠巧心 实在太多 我们干脆就只取一瓢 来说一说 苏州的刺绣 我们苏绣 能够名列四大名秀之首 当然是因为 它极高的工艺水平 和精细雅结的工艺特点 但是 工艺水平和工艺特点 它是靠人去创造和体现的 说到底 我们苏绣的巅峰位置啊 它是奠基在 我们苏州 一代一代的苏绣人 他们一年一年 一针一针地默默守进 精益求精上 譬如我们苏绣的 当代工艺大师 王祖石 王祖石呢 是苏绣界公认的 中流砥柱 得意双清 提起他 没有人不佩服的 那1954年 为了抢救传统的苏绣工艺 苏州成立了一个 苏州文联刺绣生产小组 要招考一批 秀技较高的女工 王祖石呢 就是其中一个 过了不久 这个刺绣生产小组啊 决定做一件大事 他们要研发双面秀 双面秀 是我国优秀的 传统工艺之一 他要求在正反两面 秀出一模一样的 精美花纹 轮廓相同 图案相同 颜色也相同 那这个技艺呢 它始于宋代 可是一直以来 都没有一个 系统的传承 所以刺绣生产小组啊 他抽掉了八名顶尖女工 组成公关组 专门去做这个研发工作 王祖石和另外一位绣娘 就承担了双面秀 猫的重任 说它是重任呢 当然首先因为是绣猫 有一句话叫做 苏绣猫 香绣虎 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绣猫可不简单 所以绣猫是苏绣的代表作品 我们都见过猫啊 它的毛色蓬松 细致柔软 有光泽 而且它的眼睛啊 又是呆萌 又是透神 即使用画笔 可能都很难以 先毫必现地表现出来 何况是双面秀呢 王祖石也知道很困难啊 一开始 失败接二连三 最困难的是因为 绣崩那么大 绣花的绣崩那么大 完全没有办法看到反面 那反面的走针排线 只能靠感觉 而且绣到后来 那反面已经密密了 布满绣线了 一针下去 因为看不见 很有可能搓到线上 造成反面的挑撕 另一方面 那猫的眼睛 是水晶体一样的 水润透明 而且一受光啊 它的瞳孔会呈现 不同的颜色 所以需要用到 二十多种丝线 把每一根线 拆分成二十四分之一 由外向内 一层一层地 朝着圆心绣 并且我们想想啊 那个眼睛的球体 它的外圈大 内圈小 所以往中间绣的时候啊 必须要用到一种叫做 藏针的特殊的针法 而这些也只能靠感觉 本来王祖石呢 他已经是苏绣界的 顶尖高手了 用武侠小说的话来讲啊 已经能够 真随意动 真人合一了 可是这次不行 绣出来的猫 不是毛色凌乱 就是呆头呆脑 而且总没办法 让两面保持一样 它就不停地绣 每天超过十四个小时 这样弯腰 趴在绣红上 一针不行 再来一针 再来一针 就这样二十多天 竹竹绣了二十多天 他终于总结出一套 有效的方法 他成功了 正反两只猫 一样的活泼可爱 这二十多天里 他眼睛一直要盯着 那非常细微的针线 而且因为线太细了 他必须要这样 侧歪着头 利用反光 才能看得见绣线 不要说 研发所耗费的脑力 我们光想想 这样维持着 弯腰歪头的 这样一个姿势的 所需的体力 它就小不得了的毅力 毅力从哪里来 它要么来自不得已 要么来自真热爱 那王祖石和这些绣娘们 显然是属于后者 所以我们说工匠精神 它可能在外 表现为百折不挠 精以求精 在内 它一定有来自内心的热爱 因为热爱 所以愿意 因为愿意 所以坚持 因为坚持 所以念念不忘 必得回想 后来 他们在此基础上呀 又开发出 双面一色绣 双面三意绣等等 更加令为 叹为观止的品种 工匠精神 它的落脚点 应该是精神上 而精神的意义和价值 除了成就自我 更大的 应该在于影响他人 传承于后 乃至促进一个时代的 推陈初心 在这一点上 王祖石和苏州的绣娘们 都做得很好 很无私 不要说他的学生了 就是他学生的学生 也就是 将三代们 他们也正延续着 苏州刺绣人 他们代代延续的步伐 正在茁壮地成长 大家可能有注意到 我刚才讲的是 刺绣人 不是绣娘 为什么呢 因为在将三代当中 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 一位英俊的绣郎 张雪 张雪呢 她出生于刺绣世家 她妈妈也是苏修界 鼎鼎有名的大咖 但是她入行当绣郎啊 同样还是让许多人 大跌眼睛 毕竟绣娘绣娘 我们叫了这么多年 她早就有着非常鲜明的 性别标签了 又毕竟这个张雪啊 从小学习优异 已经拿到了 英国立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的 录取通知书了 可谓是虔诚一片大好 可是 她却选择 回到家乡 去做一名 默默一做 就是一整天的绣郎 她觉得如此美好的东西 她肯定应该有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于是她决定 我要回来 我要刺绣 但是张雪的回来 并不是简单地 回到绣崩面前坐下 作为一名80后 她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 时代的印记 张雪她创作了一系列 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 刺绣作品 无论是一缕青烟 鸟鸟上身 还是只有寥寥数笔的四季 都是在 苏绣精工细作的传统上啊 做出的更为多元的尝试 而且张雪 她还一直致力于去探索 苏绣家的跨界合作 一方面 她和国际工艺大师合作 用苏绣去表现三维立体图 用苏绣作品呢 去参加装置艺术展 另一方面啊 她又去开发出了许多 更加契合现代生活的 苏绣产品 譬如苏绣的球鞋 苏绣的手表 苏绣耳机 让苏绣这个老传统啊 进入了现代年轻人的新生活 恢复了苏绣 她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本质 所以我们说 在工匠精神当中 一定有一点叫做创新 因为时代变了 审美变了 记忆只有跟着变 它才能保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才能这样一路奔流地传承下去 所以 时代会变 潮流会变 苏绢匠人的精神 不会变 谢谢 工匠精神 与时代要求 在新的时代 展现出了更丰富的内涵 凝结出更纯正的精神底色 当今的中国 正处在从工业大国 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 培育和弘扬 严谨认真 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 对于新时代的中国 具有重要的意义 郭建宁 是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多年从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在他看来 践行吹进狂杀使道金的工匠精神 对于当代中国 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树匠心 欲匠人 出精品的精神 更需要代代相传 我们这一集 主要讲的是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 在我们苏州 有很好的发扬 也有很重要的典型 的意义 上面这些故事 都给我们留下了 十分深刻的印象 那么到底什么是 工匠精神呢 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 从这么几个角度来考虑 为什么今天 我们要发扬工匠精神 第一 它应该是在全社会 形成一种 知识型 技能型 创造型 创新型 劳动大军的需要 就是今天的时代在进步 我们对劳动者的要求更高 它要有知识 还要有技能 还要能创新 第二点 它是在全社会 形成一种 追求卓越 一丝不苟 做到极致 追求完美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 我们新时代 要弘扬的工匠精神 第三 摒弃 浮躁 就是要心无旁骛 潜心研究 第四点 它还是在全社会 形成一种 职业道德 职业精神 职业追求 职业风范的一种需要 就是我们大家的工作不一样 有教师 有医生 有干部 有工人 有农民 有服务员 但是我们大家都要在自己的 本职工作中 精进一业 勤勤恳恳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我觉得这就是今天 我们为什么要 弘扬工匠精神